2024年末,智子通往地球,人类科技发展被干扰,面临瘫痪 但是绝望之时,火箭狂而伊龙牛斯克指出 因为火星距离地球太近,同样会被干扰 原本的移民计划一步可行 我们需要派一个面壁者前往更远的星球,开地图,争取一线身心 东方宇宙专家基德指出,为了掩人暗幕 这个面壁者必须是普通人籍 将在全球60亿人口中摇号出书 这两号码地位,10个8 攻击你,被选中的海藏 为什么被智子锁死之后,我们要去太坦星拍地图 因为它是整个太阳系里最像地球的天体 地球大气78是氮气 星星大气90%是氢气 火星四舍五入一下,它就没有大气 而太坦是太阳系除地球外 唯一一个大气成分主要是氮的星球 其实科学家认为,水星,金星,火星 最开始都跟地球一样拥有以氮元素为主的大气 但它们都没能保住 最后太阳系只剩下了太坦这一颗毒苗 连自己大气都保不住的星球,何谈保护生命 如果我们移民去火星,抛开被智子锁死不坦 因为没有大气,昼夜温差 混成白天的20度下降到晚上的-120度 谁能在一天之内换那么多衣服呢 而太坦虽然远离太阳,表面温度只有-180度 但肾在稳定啊,我们穿一件保温衣就可以了 第二个必须要去太坦的原因啊,还是大气 火星因为没有大气,宇宙射线可以长驱植物 时间长得了癌症就算了 连脑细胞也会被一起破坏,降低科学家智商 所以想在火星盖实验室啊,必须盖在地下 4米深才能挡住一半的射线 再加上没有大气,人类必须随时生活在家压的环境里 想没事出去逛逛街,吐狗气,完全不可能 你希望人类文明变成土拨鼠吗 而在太坦星你不需要担心宇宙射线 只要穿着保温衣戴上氧气瓶就可以随便出门 本次行程总是长6年 启动 突破大气屏障准备降落的时候 你会惊讶太坦怎么和地球长得那么像 一样的山,沙丘,一样的湖,河流和海洋 是的,太坦也是除地球外平衡系 唯一表面有液体流淌的星球 你们可能没有意识的啊 表面有液体流淌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有水温循环 水温循环意味着太坦和地球一样会下雨 会下雨意味着水可以冲刷雕刻出大地的痕迹 山的棱角 所以一切才会和地球那么像 唯一区别就是 这些所谓的水不是水 而是液态的甲烷和乙烷 有人说甲烷,那不炸了吗 我又没有说上面有氧气 是吧,所以炸不了 在踏上太坦土地的第一时间 你会干什么事情 请打在公屏上 我敢百分之百保证 所有人都会像阿姆斯特朗登月那样 狠狠在地上踩个脚印 然后试图用手触摸大地 这时候关键来了 阿姆斯特朗会觉得 月扰是一种粘稠的粉末 而你大概率会好奇地捡起一块石头 而且会惊讶地发现 这个石头不像地球上的石头那样 有一种颗粒感和磨砂感 但却给你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它是什么 它是水冰 我刚才说太坦的大海里头甲烷 我没说陆地上没有水 真相是因为常年处在-180度 太坦星陆地上的水都被冻成了固体 担当了星球上岩石的角色 我们通过04年就降落在图A6的 惠根4号探测器发挥的奇迹招品 我们可以看到浅色的水冰岩石 和碳氢化合物组成的深色沙球土地 混合在一起 不说你还以为到了地球上的戈壁碳 好了 在出发绕一圈之前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这里重力就地球14% 你别闲着没事原地大跳 那有点浪费时间 那这同时也意味着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飞起来 我不是说悬翼飞机那种飞起来 而是用一些简单的古艺装备 配合简单动力 将汤姆猫娘飞起来 你就说来一趟爽不爽吧 牛顿都要爬出灌下板给你抢名额 一个人在泰坦开图 你可能会怕 毕竟那里的太阳光长度 只有地球的1% 量度相当于地球日落后5分钟的天空 但不用太怕 因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复杂规模 最大的星星探测器 卡西尼辉登4号 从04年开始 就在帮你搜集地图数据 看图 这个星球两极区域的蓝色 分布着大量甲烷飞丸湖泊 最大的这块叫克拉肯海 覆盖面积相当于整个云南省 绿色是庭圆 赤道附近有广泛的 以紫色代表的沙丘 它们比地球沙漠的规模更大 长度可达几百公里 黄色是有山脉的丘陵地带 美红色是包含河道在内的一些构造弹层 大红色则是撞击坑 我们在哪呢 定睛一看 降落的这个地点 正好是以这个元朝首都秘密的上都去 中国人相当于回家了 最后看一眼天上飘过来的甲烷五彩云 我们准备出发 想绕的泰坦心一圈 首先排除飞机 因为不管是悬液式还是喷气式飞机 都太耗能源 据我所知 便携式核电池2024年末还没有来得及发明 其次排除油车 因为大哥周围都是液态甲烷 你在整一个用氧气燃烧的发动机 什么意思 造型件 你要喷火 最后唯一的选择 其实是只能造一辆电驱车 带人月球车用电池是一样的 那么什么样的车才能在这样极端的环境下生存呢 地球上有这样怪物的机器吗 能不小姐们 只能从地球上已有的 最艰难的 最恐怖的越野拉里赛入手 知道是什么比赛的 打在公屏上 那就是达克尔拉里赛 2024年的达克尔由沙特阿拉伯在今年1月份举办 吸引了全球187只车队778名动物 和泰坦极其吻合的是 比赛地形包括丘陵沙漠高山 中立城长达7891公里 横跨阿拉伯半岛 这次主办方还在世界上最大的流动沙漠 罗伯哈里沙漠中 首次整了个大火 选手要在没有后援团队的险队下 完整超过600公里的48小时即时赛 穿越全部流动的夏丘 参赛车辆分为如下五个比较 其中拿下总冠军的 是这辆来自奥迪的超级战车 大魔王 SQE Trump 22年才第一次参赛 被所有人看不起 在压力中闯进前世 23年 两台车的选手遭遇事故退赛 遗憾之不前14 那年我做了第一期达卡尔视频 奥迪车队被嘲笑全军覆没 带电池太重 悬挂撑不住 我倒没想到那么多 没想到的是奥迪自己不愿意放弃 克服困难 对大魔王进行了第三次改装 终于在今年成功拿下了 汽车署的总冠军 狠狠打了所有质疑者的脸 然后再来找我做了这个第二期试试 诶 会玩 RSQE创的夺冠 不光证明了奥迪在顶级拉力赛的技术实力 同时也证明以电机和电控去造车 性能并不会比油车差 当然7891公里的路 能量来源肯定要挂油箱发电的 这是增城市 得多一下还有小伙伴误会 回过头来看 泰坦新的地形和极端环境 和达卡尔拉力赛的残酷是异曲痛工 如果要在泰坦上开一辆地形车 简直没有比拿下达卡尔总冠军的 奥迪RSQE创更好的选择 常在哪里啊 诶 我查了一下 主要是三项技术的驾驶 一个个说 首先奥迪油车的四驱Quattro 是出了名的强 那么这次在电车调教的 拿手好戏EQuattro 可养车在低重力的环境下少打滑 诶 这可以支持我们穿越 泰坦赤道上的沙漠 泰坦还常点低温啊 怎么办 大魔王的第二项技术 是搭配了辅助加热的 恒温热管理系统 这套系统呢 是经受住了地球上最残酷的 长期高温和激烈驾驶考验的 诶 就是实力选择详尽 第三点 在外星球开长途 重力感受和地球就不一样 所以必须同时做到 节省能量和不晕车 不然你要突出来的 而电车最大的问题 就容易晕车 这跟它在急着加速和刹车时 在急着动能回收有关系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 大魔王调教出了一套 自己的CRBS回收系统 我稍微展开一下 电车的动能回收 其实分两种 传统的RBS和CRBS RBS模式呢 在你踩下刹车之后 刹车踏板只能控制刹车片 进行机械刹车 这样很多动能啊 会在刹车片磨损中 被多余的消耗掉 我们经常听说的 单踏板模式 就是依托于RBS存在 因为刹车无法控制电机 于是想回收呢 只能让你电门一松 还没踩刹车的时候 马上就回收 直接导致车一下快一下慢 机感反差很大 长途脚累 作者投影 而CRBS系统啊 多了一个芯片控制器 它的刹车踏板被踩刹之后 根据力度 可以智能调节电机回收的力度 和机械刹车的力度 这样最大好处是什么 就是调节的好 可以完全模拟 油车的三家的体验 松电门就自然滑行 踩刹车就是减速 这样逻辑才是顺的 不会晕车 对动能的回收啊 也能达到最大化 就是目前电车最好的回收方案 不接受反驳 那么综合以上三点 加上奥迪团队 致力于打造一辆 极致越野车的信念 电驱大魔王最终 在三次努力之后 拿下总冠军 让他们打造泰坦车 没问题 好 在解决交通工具的问题之后 我们就可以正式开启 环绕泰坦新赤道一圈的 伟大旅程 总耗时大概半个月 其他抽到了10个8 但不想去泰坦 又想开同款泰坦车的朋友 也不用着急啊 是的 我给所有人发的都10个8 你们想体验大魔王也可以 正如纸尿库和记忆泡沫的发明 都是航天领域的研究转民用一样 赛车比赛上研发出来的 艰难技术和调整经验 如果不在量产民用车上用 等于没研发 奥迪就是一家出了名 喜欢用赛事去反补民用车的品牌 他们推出的SUV Q4一创 就是大魔王RSQ一创的铜血统车型 前面提到的三大核心技术 它都有 首先是与RSQ一创原理相同的 电四驱一块车 四驱技术我觉得对电车来说 其实比油车重要 因为电车加速很快 现在很多新手买的第一辆车是电车 大家没有建立起 对大马力的敬畏之心 在销售的引导下 上来就猛踩 然后轮胎性能各方面又跟不上 起步就打滑 然后好好的自己在马路上就撞了 那这样的新闻各位都见过吧 Q4在这个价位 带了市面上最顶级的四驱技术 因为是SUV嘛 你冬天在雪地开开 放假去农村过过泥巴地 就会带来很大信心和安全性的 其次Q4配备了控制方式 逻辑都和大魔王一样的 双路宽温区智能热管理系统 我们都知道 现在车厂的电池 都跟专业电池厂买的 在这个前提下 根本上去影响电池续航的 一个是不同车本身的车重 一个是车上用电设备的多少 但因为不同的车 它定位本来就不一样 功能也不一样 轮胎也不一样 等等等等 大家其实很难 在同一个耗电标准下去比 所以最终厂商能做的 才根本上影响电池续航 我说实话 就是基于最基础的电化学原理 比如温度低了 电池内组会增加 电量就会减少 这样一套逻辑的一套热管理系统 Q4这套热管理 是整个奥迪一创系列 基于整车逻辑做的 经过赛事验证 兼顾了电驱系统 电池坐舱内部的热量分配 能智能调动进气口和热棒空调 哪怕是在墨盒中 极端严寒的条件下 也可以保证电池组 恒温在15度到30度之间 最后 i9前面提过的 CRBS动能回收系统 我特意去试驾了一下 Q4调校的确实和油车 没有什么区别 减速时动能回收系统 会最大化回收电能 跟机械刹车无缝衔解 等红绿灯停车的时候 非常丝滑 刹车特别平稳 感兴趣的话 你们也可以去试一试 随便试又不要钱 另外 为了今年奥迪RSQ1场 拿下的这个达卡尔冠军 今年Q4还新出了一个 沙利金的冠军纪念版 这准备买的朋友得下手了 不然以后可能就没有了 不是 反正现在像奥迪这样 仍然愿意在顶尖赛事上 下大力气投入和做验证的 厂商行为是越来越少 达卡尔拉利赛的热度 也没有钱线连那么高了 但对我这样的大拼爱好者来说 还是特别喜欢看 所有人在一个比赛中 热血公平的禁忌 这很爽 回顾前文 你将迎着风 行驶在坡度平缓的水平平原上 天上那颗宛若神迹的巨大土星 无时无刻不带吸引你的注意 它身旁飘着五彩的甲丸云 云下耸立着名为末日的 泰坦最高峰 你时常路过一眼看不到头的 液态甲丸湖 你会好奇 明明有风 湖面为什么却显有波纹 或者和地球相似的圆润鹅乱石 如果运气好 你甚至会讲到这样一块机械装置 请一定要好好保存 因为它就是电量耗尽的 会跟四号探测器 在04年 带人类第一次进入了 如此遥远的陌生世界 传回了我认为目前最珍贵 最精彩的一段外星视频 朋友们 愿我们有生之年 都能踏上一次外星球的土地 被困在这颗小弹珠上一辈子 真的是憋死了